全美民调显示 民主党总统候选人 希拉里·克林顿 支持度大涨 超过川普 共和党领导人担心加剧 北京维权人士 沟宏国被控涉嫌 颠覆国家政权罪 判处三年有期徒刑 缓刑三年 剥夺政治权利三年 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 今天8月5号星期五晚上的 BOA卫视新闻 我是李一华 被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起诉的 中国维权人士沟宏国 星期五上午在天津一家法院 被判处三年有期徒刑 缓刑三年 剥夺政治权利三年 共红国是这个星期 继翟炎明 胡石根和周世锋之后 第四位遭到判刑的 709抓捕案中的议员 稍后我们有完整的电视报道 另一方面 台湾星期四向国际民航组织地函 希望出席今年9月底 在加拿大举行的大会 台湾陆委会表示 希望两岸能够共同协商 而北京的回应则备受关注 节目中我们将有专家为您进行分析 欢迎您锁定今天晚上的 美国之音VOA卫视新闻 节目一开始 先带您来聚焦美国政坛的消息 美国总统奥巴马说 依据法律规定 他的政府必须向主要的总统候选人 提供国家安全简报 包括不向公众披露的机密信息 民主党人克林顿 以及被奥巴马称为 不适合当总统的共和党人川普 都在其中 在过去一年的政治竞选活动中 川普已经成为一名出名的公共演说家 因为他常常不顾事先准备好的演讲稿 而即兴发表演讲 其演讲方式对其他美国公共人物 有时被视为过于直率或是苛刻 有些人因此担心 川普在听取国家安全简报后 会如何对待这些信息 奥巴马星期四在五角大楼对记者说 如果他们要成为总统 他们必须开始表现出像个总统的样子 这意味着他们在听取简报之后 不会四处散播 另一方面 全美级关键州民调显示 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的支持度大涨 超过共和党的唐纳德川普 使得共和党领导人担心不断加剧 新的民调是紧随在上个星期的民主党 全国代表大会以及一系列涉及川普的争议之后所做出的 川普的那些言论不仅引起民主党人的不满 也引发了一些共和党大佬的负面反应 有关详情 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马龙所做的采访报道 这对共和党的川普来说是煎熬的时期 他坚称他的竞选活动正在按部就班的进行 十月大选稳操胜券 我就是想告诉你们 我的竞选活动进行得非常好 从来没有如此团结过 有先电视新闻网新的民调显示 川普落后于希拉里9个百分点 而全国广播公司的新调查显示 他落后8个百分点 并且他在像宾夕法尼亚和密西根这样的关键摇摆州 也落后于希拉里 下滑的民调数字是在几个让川普竞选活动 陷入混乱的争议之后出现的 这些争议包括他和2004年在伊拉克阵亡的 穆斯林军人的父母哈齐尔汗和加扎拉汗的争执 川普对韩家人的批评做出了好斗的反应 这引起了来自包括众议院议长瑞安 和亚利桑那州联邦参议员麦卡恩在内的 共和党重量级人士的负面反应 对于那些为国捐躯的人的家人 我们不仅要尊敬而且要热爱 川普还因为在即将开始的初选中 拒绝宣布支持瑞安和麦卡恩 而引起了强烈反响 维基尼亚大学的分析人士凯尔康蒂克说 这些围绕川普的争议 使一些共和党领袖担心 他缺乏自律的行为会帮助希拉里克林顿 他得开始说服人们 他是合格的总统人选 他有能做总统的气质 我不认为再诸如汉家人 这件事上的来回斗嘴 会对他有所帮助 川普在佛罗里达告诉一个采访者说 他决心要改变竞选活动的焦点 我觉得可能是正确的 更多的关注希拉里克林顿 它是灾难 所以我们要更多的关注希拉里克林顿 在科罗拉多的一个集会上 希拉里克林顿继续攻击川普 他说川普的性情 使他没资格当总统 对我来说这是毋庸置疑的 川普没资格当总统 他不适合做三军统帅 支持克林顿的组织 美国优先有一个新的广告 推出批评川普的共和党人 华尔街日报的分析人士 吉拉德·塞博说 川普和克林顿都知道 民调显示美国人希望改变 但也担心候选人的性情 川普的竞选日程安排没有一丝松懈 包括最近在佛罗里达和维基尼亚州 这样的关键摇摆州举行了集会 共和党领袖希望川普在未来的几州 能够避免分心 而专注于传达他能带来政治改变的讯息 美国之音马龙 华盛顿报道 您现在收看的是 从美国首都华盛顿 现场直播的VEOV卫视新闻 接下来我们带您把焦点转向中国 被控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的 北京维权人士沟红国 星期五上午被天津一家法院 判处三年有期徒刑 缓刑三年 剥夺政治权利三年 官方媒体报道说 沟红国当庭表示服从判决 不上诉 检方当庭提出的 颠覆国家政权的起诉依据 包括沟红国与胡石根和翟严明等人 参加七位烧餐厅聚会策划 促使中国制度转型 2014年前往江苏苏州 声援维权公民范木根 并赠送维权抗暴英雄锦旗 以及到国外参加 公民权利运动培训等等 709维权人士颠覆国家政权罪一案 在天津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 北京维权人士公宏国 星期五在接近中午时分 被判处三年 缓刑三年 剥夺政治权利三年 至此 这个星期 这个案件中 已经有四名被告人 被判处三年 到七年半不等的有期徒刑 他们被宣判之后 都表示服从判决 并且不上诉 对此 涉案者的家属和维权人士 以及相关的律师 怎么样看有关的案件 向我们立刻为您连线 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斌 来为我们掌握有关的消息 叶斌你好 你好 依华 是的 首先能不能和先和我们谈一下 沟宏国的家属 今天是不是有出席了 这个庭审的旁听 对于今天这个709案的庭审 还有判决结果 相关的家属是怎么说的 沟宏国的妻子范利利 目前受到了国保的严密监控 也就没有参加这个旁听 官媒报道称 沟宏国当庭表示服从判决不上诉 那么范利利在宣判后 表示不管怎么样 人可以回来了 孩子有爸爸陪伴了 爸爸被抓的时候 孩子还不到四岁 那么现在连爸爸也不认识 希望他回来 好好养养身体 尽一个丈夫和父亲的责任 那么对于这次709案的一轮审判 李和平律师的妻子 王翘岭是这样说的 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这就是那一出冒剧 它不是公开公正审理吗 但是这个公开家属是被警察抓着 关起来 然后再把我们送回家 在家门口看着 所以说这个公开本身就是个笑话 本身他就没有接受 接受这个社会监督 他这样的一个审判 那至于这个内容 你说他判了多少年怎么样 他本来他就是个黑箱操作 想判多少年就判多少年 那就是说整个中国的 这个公检法系统是联合起来 做了这么一个法制秀 你说他们是不是真诚地悔过 那个我觉得这个问的 就问的问题本身就很奇葬 我就在想 如果把你逆你的失踪一年 不让你跟家人见面 律师见面 什么都没有 你什么的救急途径 司法同进 圈都统统没有 就像那天 我被他们几十个警察 就摁住 带到派出所 连消息都发不出去 那时候 而且是这样的情况 持续一年 最后我就说 可能官方给个态度 说你认罪就让你出去 我觉得对于人来讲 你说让他认罪 我觉得可能那时候 你让他成人杀人 估计他都会说吧 是的叶斌 我们也注意到 这一次这个709案的 这一轮的开庭审判 都没有当事人的亲友 参加旁听 甚至家属所聘请的代理律师 也都没有办法出席 都是缺席 那么相关的律师 还有法律人士 有没有这方面的评论呢 不能与家属聘请的律师会见 不能与家属沟通信息 那么所有的中国律师 所有的中国法律人士 都有资格 做这个案件的辩护人 谴责不公的审判 他还说什么呢 不仅是为了 某个特定的人来辩护 而是站出来 保卫宪法所赋予人们的 各项权利和自由 与此同时呢 其中有律师还质疑 把法庭呢 他质疑啊 法庭把吃饭聚会 当成颠覆 把追究射杀访民的维权 当成颠覆 把出国培训 当成颠覆 是 另一方面呢 丰瑞律师事务所的 这个刘晓元律师呢 也质疑这一轮情审当中 出现的当事人家属 都不能参加旁听 所有被判刑的人都不上诉 而且还对法庭 法官 办案民警之类的 表示感谢 那刘晓元律师认为 这些奇怪的一致性 是精心设计的 以法 刚刚你也提到了 就是刘晓元律师提到说 这个庭审有可能是精心设计的 那么其实这个709案 在开庭审理前后 也出现了一些 比较诡异和不正常的情况 比如说 李和平律师的前助理赵薇 和丰瑞律师事务所的 律师王宇的态度 出现180度的转变 那么709案 对于中国维权律师 和人权捍卫者们来说 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维权人士对此 有什么样的反应 那么 这个情况是比较特殊 而且比较复杂 那么今天呢 最新的报道呢 我们又得知呢 曾经代理浙江交案 而且被逮捕的 这个律师张凯呢 他却是参加了 这次庭审 那么官方报道说呢 张凯是主动前往天津 申请参加庞兵的 这就很奇怪 家属呢 不能去 而且这个当事人呢 还要求法庭 不让家属全去 那么这个张凯律师呢 他表示呢 周世锋等人走得太远 他还说什么呢 说是要对境外势力 保持警惕 对王宇拒绝人权讲 张宇说什么 王宇的态度是值得尊重的 那么被当局控制的这个 被当局这个控告说 赵薇的这个丈夫呢 雇佣的律师呢 人权牛 他是被控告说是造谣啊 寻衅滋事啊 而且在不久前被捕了 那么今天呢 有报道说呢 人权牛 因为认罪态度较好 而取保候审 同时呢 官媒也贴出了 人权牛的所谓的毁罪书 可是人权牛现在具体身在何处 还不得而知 另外呢 周世锋 胡世根等人聚餐的 这个七味烧的餐厅 在各团购网站上 已经无法定餐 拨打那里的电话呢 也无人接听 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呢 709案 这次审判 对维权界和民运人士 中国的这个法治 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 我们采访了 民生观察网站的创办人 刘飞月 我们一起来听听 他是如何评论的 我想这是一个胆怯性的 这个时间的过去 人们会越来越清楚地 就会看到 这是当局他一个新的一个手法 那无非就是拔击你的意志 是吧 让你会让攻击 从根本上 让你感到这个绝望 但实际上这样做的话 我刚才讲时间一长 大家回去就会意识到这一点 就是当局他进行设计的 那么这个设计 现在看好像有一点效果 但是时间长了 大家可能就会更清楚地意识到 实际上更应该谴责的 不是这样一些 暂时妥协的这些人 那么更应该谴责的 导演这个人 是因为这样一种 非常悲逆的这样一个手段 也是一种是 很隶俗的这么一个手段 这个手段就是 这样搞到 当然现在是 伤害了这个民营圈 伤害了这个民营圈 实际上这样一种 文革式的这么一个过法 他对整个社会 也对这个当记者自己 同在自己 他们也会有可能被人伤害 因为每个人都会成为这样一个 有所在伤害者 是的 好的叶斌 那除此之外呢 我们和您 因为世界的关系 我们就和您的连线进行到这边 非常感谢美国之音 驻北京记者叶斌 所带来的介绍 稍后来我们将带您来继续关注 709大抓捕案 相关人士有关判决的消息 有中国官媒说 审判了死磕者 境外闹场人 哭晕在厕所 这到底指的是什么呢 休息一下 不要走开 我们马上回来 收看美国之音 DOA卫视的中文节目 您首先需要安装一部 卫星电视信号接收器 除了亚洲7号卫星外 您也可以通过亚太5号卫星 使用小耳朵天线 来收看DOA卫视 亚太5号位于东京138度上空 其他具体安装参数 您可以登陆美国之音 中文网查院 请注意 卫星天线的高频头 及低噪音阻塞转换器 LMB的激化方式 是水平激化 有的观众朋友 向我们反映 尺寸较小的天线 接收信号较弱 而使用直径 大约90厘米的小耳朵天线 对于亚太5号卫星 KU波段信号的 接收效果比较好 在接收器的主菜单上 请首先选择节目设置 确认后 请选择节目参数设置 本证频率 请选择11300兆赫 下行频率 请选择12439兆赫 符号率 是每秒2.5兆浮 在您的接收器操作界面上 可能需要选择 2500或02500 计划方式 请选择水平 信号强度 信号质量和信号状态 将显示您的节目 接收质量 案件确认后 您就可以收看 美国之音 BOA卫视 精彩的节目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BOA卫视新闻 中国当局在天津审判了一些维权律师和公民 包括基督徒胡石根和律师周世锋 各判七年 公民勾红国 判三 缓三 翟烟明 判四 缓三 律师李和平还有待审判 这些人都是一年前开始的大抓捕中被逮捕的 被抓捕的 当局说他们是直接对抗政府的死磕派 他们的罪名都是颠覆国家政权 有中国官媒说 审判了死磕者 境外闹场人 哭晕在厕所 今天的媒体观察 美国之音记者海涛就要来和我们谈谈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欢迎海涛 你好 易华 是的 这个星期 这个有维权人士还有律师 就是在709抓捕案中被逮捕的 这些有关人士呢 都在天津受到了这个审判 那么有些人呢 也被拿到电视上认罪 那么不过这个 怎么会有这个 哭晕在厕所这样的说法出来 这个是有关消息从哪里来的 每一次这个审判的维权人士 异议人士呢 就是环球网 环球时报 他们总会写出一篇文章 或者一篇评论 就是把这些被告 这是受审判者 一通讽刺 谩骂 那么这一次呢 环球时报没有发表这类的文章 胡锡进先生呢 也没有写这类的文章 倒是有一个很重要的网站 叫中国政法委的他们所管的一个官方网站 叫中国长安网 那么这个长安网呢 是新华社 还有中国政法委 中央政法委 还有中国综合治理 治安管理委员会 这么三个机构联合举办的 在中国这个司法界当中 也就是公监法这个当中呢 他算一个比较权威 因为他的主办单位是 中国大名鼎鼎的 中共中央这个政法委员会 是 那么这个中国长安网 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网站 还有说这个审判和这个境外敌对势力 又有什么样的关系 他这个网呢 最近几天 特别是关于这个天津 这个709这个审判以来呢 他这个网连续发表了 很多的这个文章评论 特别是他转载了新华社 很多的关于这个胡适根啦 沟空国啦 翟炎明啦 就是周世锋啊 他们几个人的案子的判的情况 另外呢 他还发表了很多这个 就是所谓的重头文章 这几个重头文章当中呢 他们提到了有两点 第一点就是说 你这些人都是和境外的 所谓的敌对势力 有关系的 那么第二就是说 你们在这里是想搞这个颜色革命 不是搞你们律师本身的业务 你们是想搞颜色革命 想利用西方敌对势力 把中国搞乱 这是他这几篇文章的主要的意思 那么他为什么说这个境外敌对势力呢 他谈到这个所谓的哭晕在厕所呢 主要是指海外的媒体 而这个海外的媒体呢 他只指出了一家 就是我们经常用的这个博讯 他说这个博讯就是外媒 外媒就是这个造谣 造谣就是哭晕在厕所 这就是他的逻辑 不过这个哭晕倒是这个 在厕所这个说法到底从哪里来 这个为什么是哭晕就算了 还是哭晕在厕所 是为什么呢 他是指这个 他说这次对这个 翟英明就是胡适跟他们几个人的审判呢 让外界特别是让这个海外的敌对势力 境外势力有四个想不到 就是他们比方说一个想不到 就是他们没有想到被他们誉为 被海外这个境外敌对势力 誉为是战神的律师王宇 竟然会在最后反戈一击 倒戈了 那么就这是其中一个 还有比方说什么 他说翟英明最后在法庭上没有想到 会给他这样的判决 他感动到落泪 就是等等 就是有四个没有想到 其实他这个所有提到的没有想到 都是指的海外一家媒体博讯 因为博讯播了很多 据后来说是什么709家属联合公开信 他们认为这个公开信是假的 所以呢就是他们这个 这个博讯这个外媒 他把博讯过来外媒 是他自己打自己的耳光 是刚刚你也提到 就是这个 以前这个环球时报在有关 这个这种时候呢 都会发表一些相关的评论 尤其是这个主编胡锡进先生 都会写一些有关的社评 那么这一次他 这个新华这个环球时报上 没有出现这样的文章 那么那么有没有类似 其他有关的评论呢 我把环球时报呢 最近的这个这几天的这个 他这个网页看一看 他不管没有这个评论 也没有文章 这回是环球时报是一反常态 关于这方面的文章一点都没有 这样的文章都让这个中国长安网 去他们全部来承担了 所以这一次这个环球时报并没有 环球网并没有相关的消息 这一点很有意思 对是好的 好的 我们非常感谢这个海涛的介绍 由于时间的关系 今天的媒体观察就到这边 好的 有关媒体观察的消息 以及709案庭审和709律师 大抓捕的最新进展 欢迎锁定美国之音的各节广播 还有电视节目 你也可以随时登入美国之音中文网 查询相关的文章 我们的网址是voachinese.com 接下来请先休息一下 不要走开 我们马上回来 我们下期再见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卫视新闻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 中国人权方面的消息 联合国人权专家 8月4号发表声明 敦促中国应该释放健康状况 不断恶化的人权活动人士郭飞雄 并立即为郭飞雄提供医疗护理 停止各种形式的虐待行为 联合国人权专家们 对郭飞雄在广东省 阳春监狱在压期间 不断受到来自其他育友和育警 侮辱性不人道的对待 表示了担忧 现年50岁的郭飞雄 已经在狱中绝食抗疫 三个月的时间 接下来我们立刻连线 郭飞雄的妻子张青女士 请她来为我们介绍有关的情况 张女士您好 您好 是的 能不能先和我们谈一下 郭飞雄先生在狱中已经绝食三个月的 大概三个月的时间了 您知道她目前的身体状况如何吗 我们知道她的身体状况是在7月22号 她的姐姐见她的时候 知道她的身体状况就是非常的销售 然后呢就是 而且持续的在监狱里面 受到这个监狱方面 来自监狱方面的这种骚扰和侮辱 辱骂之类的情况 然后身体非常销售 现在呢从7月22号到现在已经有 又有两个多星期的时间了 就是进一步的情况我们还不知道 是的 所以我们非常的担忧 是的 那么您曾经在6月底的时候呢 透过总部在日内瓦的人权 国际人权服务社 致海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那么如今呢这个联合国人权专家 也发表了声明 呼吁中国能够释放国飞雄 那么您认为这样的国际压力 能够对中国政府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吗 还有就是说您到至今为止 有没有收到任何官方的回应 我是非常的感谢这个 联合国的人权专员 有6个专员 他们发表了一个公开的这个声明 这个是我认为是非常好的 非常及时的一种帮助 因为这个国飞雄的案子 一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 人权的侵犯案 这个不仅剥夺自由 还摧残身体 这个生病也不给治疗 然后利用这个机会来侮辱他 这个在这种情况下 这是国际的呼吁 我认为非常重要 我也希望这个呼吁 对中国能产生影响 因为中国也是这个中国中国也是这个联合国的人权条约的这种签署国 他们应该遵循这种规定 我希望这个有影响 而且我知道这个国飞雄是在7月22号他解惠会见的时候 他有提到他希望这个他能够转一个监狱 因为这个监狱现在对他的情况是非常的恶劣 这种持续性的这种侮辱的行为是一直有发生 所以呢在在阳春监狱基本上就是很难再待下去 我们非常的希望这个中国政府给他换一个监狱 然后也保障他在监狱里面所能够保障他的基本的 在监狱里面应该享有的人权 是的好的 我们也会持续关注有关的这个相关发展 非常感谢国飞雄的妻子张青女士 抽空接受美国之音VOA卫视新闻的连线访问 有关更多中国人权方面的消息 欢迎您随时登入美国之音中文网查询 我们的网址是voachinese.com 接下来请先休息一下 不要走开 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 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 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 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 离线再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 快讯提醒功能 抢签读取最新消息 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 与我们分享 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 赶快来下载免费的VOA新闻应用程序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VOA卫视新闻 接下来带您把焦点转向香港 主张港独的香港民主党 星期五晚上八点 在京中政府总部旁边的天马公园 举行主题为捍卫民主重夺主权的集会 民主党被取消立法会参选资格的召集人 陈浩天强调集会只是独派晒马造势大会 预计有数千人参与 陈浩天呼吁支持者别误以为有冲击行动 集会绝对和平 也就是和平理性非暴力 但如果有人采取了冲击的行动 他也不会阻止 有关情况我们立刻连线 人在集会现场的美国之音 驻香港记者海燕 来为我们了解一下有关的情况 海燕你好 你好 是这个目前的现场情况如何 有没有爆发任何的这个冲突 或是一些冲撞的情况 目前呢因为一些技术原因呢 今天晚上的集会呢 到现在还没有开始 不过呢 从目前我刚才在厂子转了一下 目前已经至少有一千多人 甚至更多在这个厂子已经集会 多数人呢都坐在这个草坪中间的 这个草坪上 而且四周呢也都站满了许多的 这个参加集会的人 或者是声援的人 另外呢 在刚才集会开始前呢 我从地铁出来以后 这个一路在这个集会现场的外围呢 都有大批的军装警察 还有便衣警察呢 这个严防戒备 他们担心今天晚上 因为好些年轻人嘛 主张这个其中一些勇武派啦 或者甚至说不排除使用暴力的一些人呢 也都来参加今天的集会 所以呢警方非常的有所戒备 不过呢组织方呢 这个他们希望说今天呢 还是坚持和平理性非暴力 就是和理非 但是呢他们也像刚才说的 如果有一些人呢 比如说参加参与一些冲击 边上的政府部门 比如说边上的特首办呢 还有其他一些政府部门的话呢 他们也不会阻止 但是在目前为止呢 因为会议这个集会还没有开始 所以呢 现场还是比较平衡 是的 但是现场也有很多人 是的那么除此之外呢 能不能和我们谈一下 香港社会对于这一次选举管理委员会 取消了六位本土和港独人士 参选立法会的资格 有哪些反应 总体来说呢 香港社会对这个选举管会呢 取消六位本土派 或者主张港独的 港独人士的立法会参选资格呢 社会反弹比较大 前几天 包括好几任大律师工会主席 在内的三十位 这个选举委员会的法律界的人士呢 发表联合声明 都是法律界的重头人物 他们这个批评政府呢 通过行政的手段 来赋予这个选举主任的行政权力 来取消一些主张港独人士的 这个参选权力呢 是政治审查 因为他们认为没有法律依据 没有法律这个授权 另外呢 还有一些这个专业团体呢 在一些报章 刊登广告 批评这个政府的 选举委员会这个决定呢 是政治审查 违反香港的基本法 另外呢 这个可以从现场可以看到 这个虽然多数是年轻人 但是现场呢 还有许多这个年长的人 或者是中年人 他们也来声援这个主张独立的这个民族党 就是说有分析说呢 因为政府的这种做法 违背法律 没有法理这个依据呢 所以会激发香港的整体社会呢 有一些反弹 比如说激进的呢 那更加这个走向激进 比如支持港独 即使一些温和的人士呢 也会因为政府的这种做法呢 表示不满呢 甚至慢慢的逐步的 表示这个同情或者是支持 或者甚至是认同 这些年轻人这个本土啊 或者是港独的这种思潮 是的 好的 我们非常感谢美国之音 VOA卫视著香港记者 海燕所带来的介绍 接下来请您先休息一下 稍后来我们将带您把焦点 转向台湾 请您不要走开 我们马上回来 我们不认识 如果他做什么 那就是我的工作 需要在另外的方面 还要在做一个平衡 做一个反弹 做一个结果 而非比较能够 您现在收看的是 美国之音的VOA卫视新闻 自520 台湾民进党政府 全面执政以来 台海两岸之间 官方沟通机制 处于停摆的状态 不过在一些关键的议题上 两岸之间还是互有交锋 有关情况 我们现在就立刻连线 美国之音驻台北记者 林峰 请林峰来介绍一下 目前两岸关系的 一些最新情况 林峰你好 林峰你好 是的 我们先了解一下 第39届国际民航组织大会 将在9月底 在加拿大召开 那么台湾方面 已经表示了 希望能够出席 台湾陆委会 也向中国大陆方面喊话 希望这个对岸 能够释放善意 有关台湾参加 国际民航组织大会的 这个情况 能不能介绍一下 最新的进展 实际上这个 表达这个 台湾方面是 昨天陆委会 是通过一个 新闻稿的形式 来表达出 就是说 台湾方面 是希望能够参加 这次国际民航大会 那么今天 我们看到 这个台湾中央社的报道 就说呢 说这个实际上 在陆委会 在发出这封 这个新闻稿之前 是跟这个 中国大陆方面 是没有这个沟通的 那么也就凸显出 在现在 520这个蔡英文总统 他就职以后的话 那么两岸 卡在了这个 九二共识的 这么一个局面之上 那么在一些 关键的议题上 都没有办法去达成 这个相关方的这种沟通 那么也就是说 这个陆委会 在之前没有 跟这个大陆方面 有一个 事先的一个接触 那么今天呢 我们观察到 这个台湾的行政院长林全 他在高雄参访的时候呢 也有媒体问到 他这个台湾方面 参加这个 世界民航大会的 一个情况 那么他呢 也是基本上 维持了台湾陆委会方面的 一个基本立场 也就是说 希望 那么希望大陆方面 能够释放出善意 因为台湾呢 是有大量的 这个民航班机 每天都有 大量的民航班机进出 那么同样也有来自于 往返于两岸 海峡两岸 包括香港 往返于这个 到台湾的这个班机 那么涉及到 大陆乘客 大陆游客 还有台湾的 这个人民的这个安全 是希望这个 大陆方面呢 中国大陆方面 能够从人道的角度 能够发出一些善意 同意台湾方面参加 这次世界民航班会 是的 除此之外 林峰 我们也了解到 中国国台办最近公布了 最新一批海峡两岸 青年创业基地的名单 那么根据中国 官媒的报道 这次国台办一口气 公布了33家 这一类的机构 开出了优惑的条件 希望能够吸引台湾的 年轻人到中国大陆 去创业发展 那么台湾方面 对于中国大陆的 这一举措 有什么样的反应 能不能和我们说明一下 对 我们看到这个 实际上这个 中国大陆方面 推出的这个 两岸 海峡两岸 青年创业基地 这一个项目 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那么直到这个 7月份的时候呢 才真正的走到这个 台湾这个公众的 被台湾公众捕捉到 那么注意到 那么也就是台湾的 商业周刊 做了一个非常详尽的 一个报道 那么就是 具体来谈这个两岸 这个青年创业基地 他们就认为呢 这个条件开的是 太优越 太过于好的 那么包括什么呢 包括这个青年人 可以这个不用钱 不交钱 那么他还给你经费 不用这个花租 这个办公室 那么也给你提供住宿 那么还给你一笔 这个创业基金 那创业基金 如果你要是没搞好 那么赔了 也没关系 这个钱我们不要了 就这个 这个条件是非常的优厚 所以这个台湾的一些观察人士 两岸政策的观察人士 还有一些媒体 你就关注到认为 说这是不是大陆方面的 一个新的 一个统战的举措 那么我们也注意到 就是说这个实际上 从2015年的 这个中国这个两会之后 李克强总理 他也提出一个双创 也就是大众创新 万众创业也提到说 让台湾的年轻人 到中国大陆去发展 去创业 那么也包括去就业的 一个问题 所以就是说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就是观察点 观察点就是说 这个2014年 这个台湾爆发了 这个太阳花学运 那么这个之后 两岸政策 这个大陆方面的两岸政策 做出了一些调整 那么认为可能他们之前 是没有读懂台湾年轻人的 一个心态 那么也就是说 他们未来要 把两岸政策的重点 放在所谓的一个 三中一青山 也就是说中南部 中小型企业 还有中低收入的 这个台湾人民 还有一青 也就是青年人 那么在现在 这个520之后 那么两岸 这个官方的机制 有一些 这个属于停摆状态 那么他们的主要着力点 也就是放在了 台湾的年轻人方面 好的 由于时间的关系 我们和林峰的连线 就进行到这边 非常感谢美国之音 VOA卫视驻台北记者林峰 为我们掌握台湾方面的最新消息 不过我们刚刚也在看到了 国台办最近公布了 第四批海峡两岸青年创业基地 和示范点名单 截至目前 国台办一定在11个省市 包括江苏 福建 北京 广东等地 批准了53个这样的青创基地 希望能够想到这个像 想到中国大陆 寻找机会的台湾青年招手 不过中国政府也同时在多个方面 打压任何与台独有关联的声音 除了在演艺界引起的风波之外 最高人民检察院 日前也发布了视频 指称台独 港独 藏独 江独 和死科律师 都是引爆中国发生 颜色革命的导火线 中国一方面向台湾的青年招手 一方面打压台独有关的声音 软硬监视的对台策略 是否能够真的拉拢台湾的民心 两岸的关系在短期之内 能不能有新的突破呢 接下来我们很高兴为您邀请到 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院长 刘国生教授来为我们进行分析 刘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 我刚才听到了你博报的一些信息 是 那么对于台湾方面一些关注的 大陆方面创设的这个 两岸青创基地 对这个问题我觉得这是正面的 大陆方面这种开放的措施 总比不开放要好 那么我曾经听过台湾的学者说 没有参与就没有认同 那么对于台湾的年轻人来说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但是对于中国大陆来说 创办这样的机力其实也非常不容易 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 我觉得说总体上不要低估台湾年轻人的智慧 所以我们两岸的问题非常复杂 可能大家要有点平常性 是 不过您刚才也提到了说 这个开放比不开放来得好 那么在这个青创基地上面看来 也似乎像是中国政府释放的善意 不过台湾政府已经向国际民航组织 秘书处递出了申请书 希望能够参加第39届国际民航组织大会 那么台湾能不能出席 跟中国大陆的态度有很大的关系 那么各界也都相当的关心 台湾陆委会在昨天星期四也表示 希望两岸能够共同协商 让台湾能够顺利出席大会 不过国台办已经表示了 这个中方的立场是一致的 不过刘兆寿您认为 台海两岸有没有可能在 没有九二共识的前提之下 出现弹性 重启对话 那么台湾这次 有没有可能能够出席大会 那么国际民航安全 对于各方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 中国政府也是很重视 所以我们看到过去一段时间 来台湾方面已经开始参与了 但是双方必须要很清楚 这不是借机搞两个中国分裂国家 所以双方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之上 可以推动这个合作 那么现在台湾方面 这个问题能不能解决 我觉得主要是 看他们的一个心态的问题 如果说拿这个来强化台湾是另一个国家 这个事实的话 那中国大陆肯定是不会答应的 我想九二共识 他们接受有困难 也不要紧 那么请他们想一想 有没有别的方式 让中国大陆也接受 形成两岸共同的语言 所以这样来看的话 应该是很简单的 就等他们自己如何找出一个 跟大陆的共同话语吧 是 您也提到了说 这个希望能够 能够找出两岸之间的共同话语 不过蔡英文她自上任以来 也一直强调她的两岸政策 就是维持现状 那么至今为止 其实也没有做出违背她承诺的举动 同时她也不断地呼吁 希望对岸能够释放善意 有更多的沟通 希望中国方面能够展现出弹性 不过中国似乎还是将 蔡英文跟台独画上等号 包括在最高人民检察院 最近公布的视频当中 提到台独的时候 出现的画面 还是蔡英文跟李登辉的合照 那么您认为蔡英文 应该要在 如何在背负台湾民营的情况之下 调整她的两岸政策 然后使得两岸的沟通机制 能够重新启动 蔡英文本人 她过去的言行 大家都很清楚 我们这个时候不想再重复去提 那么我们也注意到说 这一年多来 蔡英文在两岸问题上的言行 的确是非常克制的 这点我们应该肯定 她没有过多的挑衅 但她所谓的维持现状 实际上理解上是有问题的 台湾的学者专家说 她是模糊菜 她真的在很多问题上 采取模糊的方式 她想维持现状 就好像要一碗水 倒在她手里面 她要把它维持住 这是非常困难的 因为她漏洞太多了 她不是倒在一个 不去钢的碗里面 她是倒在她自己的手心里面 那么简单来说的话 就是她对两岸 是不是同属一个国家 在问题上 一直采取回避的态度 实际上她已经讲了 要遵守她的中华民国宪法 要按照两岸人民关系条约来处理 两岸五四五 这里面已经很清楚 她是没办法违背 两岸是同属一个国家的 但她为什么不肯说出来 这个是大家很纳闷的 因为学者专家也许能看得懂 由于更大的信心 但是一般老百姓是没有信心的 她觉得说实际上你是留在后门的 所以我们希望大家还鼓励 蔡英文进一步的往前走 要hold住 要把这个气势保持下去 就是要想办法说出 两岸不是两个国家 两岸不能在两个国家基础上 来推动各方面的合作 这个中国政府是绝对不会同意的 我想任何政府也是有自己的立场 好的 由于时间的关系 我们和刘教授的连线就进行到这边 非常感谢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院长 刘国生教授 接受美国之音VOA卫视新闻的连线访问 带我们分析台海两岸的最新发展和走向 有关两岸关系的更多消息 欢迎您随时登入美国之音中文网查询 我们的网址是voachinese.com 同时提醒各位观众朋友 VOA卫视下一个小时的焦点对 焦点对话节目也将在YouTube上进行直播 欢迎您现在就到YouTube.com 斜线VOA China 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 我们将尽量在将您的看法还有问题 纳入节目中来进行一块讨论 接下来请您先休息一下 不要走开 稍后回来我们还有更多的国际新闻 有人这样战转 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 我觉得这值得无论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 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吃起来让大家知道 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卫视新闻 美国总统奥巴马否认在伊朗 释放四名美国人质的同一天 向伊朗支付了四亿美元现金的 是某种罪恶交易 他指出一月份宣布这笔支付的前一天 美国与伊朗的协议得到了执行 奥巴马说 这不是一个秘密 我们对此完全公开 他说支付现金是因为跟伊朗没有银行关系 无法交给他们一张支票 也无法电汇 星期四早些时候 美国国务卿克里说 美国没有支付赎金 俄罗斯驻巴西大使馆 星期四否认了他的一名外交官 在奥运村附近开枪打死一名可能的结犯 李约警方说 俄罗斯副领事解除了结犯的武装 并用自己的枪向他开枪 但是俄罗斯否认了这个报道 俄罗斯大使馆说 他的代表均不携带枪支 领事馆在一份声明中说 俄罗斯驻李约热内卢领事馆 没有任何代表参与了一起 导致嫌疑人身亡的未遂袭击事件 第三十一届夏季奥林批克运动会 即将在星期五在巴西城市 李约热内卢开幕 此前历届奥运会都会招来一些争议 今年也不例外 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 阿拉巴萨迪所作的报道 奥运圣火已经从水路 被送至李约热内卢 在传递圣火的路上 遇到抗议者阻挠之后 护送圣火的团队 被迫改变原定路线 绕到别处 这不是本届奥运会 唯一引起争议的事件 俄罗斯运动员服用兴奋剂的丑闻 使得国际奥委会 与世界反兴奋剂机构 就是否应该全面禁止 俄罗斯运动员参赛 争执不下 此外 债卡病毒的威胁 也让一些李约奥运会的参与者们 提心吊胆 还有刮纳巴拉湾的水质 这一水域被未经处理的污水 严重污染 并且还能见到一块 非官方的警示标识 只能给运动员们 接种预防甲针的疫苗 并且告知他们 避免吞咽 刮纳巴林湾里的水 国际特赦组织的报告说 李约的暴力活动十分猖獗 令人担忧 在过去的四月到六月的三个月间 李约市里死于警察之手的人数 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了百分之百 世界各地的运动员已经齐聚礼约 对于其中一些运动员 比如印度女子摔跤选手 夏可喜马里克来说 参加奥运会的回报大于风险 人们态度转变之快令人炸舌 在我上升到顶级水平之后 人们开始对我产生兴趣 但在一开始的时候可不是这样 只有我的家人和教练一直支持我 其他人都只会嘲讽我说 你为什么要从事这项男人的运动 乌克兰艺术体操选手 甘娜·里扎迪诺娃表示 本届奥运会给了他一个 为克里米亚被俄罗斯并如其版图 复仇的机会 我想要向全世界证明 我们乌克兰人坚不可摧 我们强硬到骨子里头 克里米亚风波只会让我们 整个团队更坚强 我们没人想加入俄罗斯代表队 有一万一千多名运动员 注册参加里约奥运会的比赛 尽管禁药丑闻污水 蚊子和抗议者 让本季奥运会尚未开幕 就招致种种争议 但对许多运动员和教练员来说 参加奥运会比赛 是他们毕生为之奋斗的目标 美国之音记者阿拉巴萨迪 华盛顿报道 有墨语博保 中国青海的赛马节 每年都吸引了大批的藏民 在中国政府的介入之下 奖金也提高了 下面请看美国之音 BOA卫视新闻的报道 凌晨的喜马拉雅高原 牧民们正在为这一年 最盛大的比赛准备马匹 马越来越少了 但是参加比赛的人越来越多了 部分原因是如今的奖金更多了 所以人们会专门为了比赛养马 由于现代化改革和慕名迁徙 在这个地区举行的赛马节 曾一度衰落 但如今政府支持举行赛马节 这种对藏族文化的支持 被一些人认为是徒有其表 在过去这种节目非常棒 但是现在有这种节目也还不错 对于那些居住在山上的人来说 现在马只是用于放牧的工具 加噶人情和他的家人靠200头牦牛生活 奶 奶酪和黄油是他们的主要食物 31岁的他也曾经参加比赛 但他说现在不值得冒险了 我现在不太擅长骑马了 尽管我有时候还会骑 我害怕再次参赛 尽管这里的很多人 对政府介入这种藏人传统感到怀疑 但是一些人无奈地表示 只有妥协才可能把这些传统传言给后代 美国之音 VoV时新闻报道 除此之外 摔跤大国蒙古将再度由女交手奔赴礼约夏奥会 不过在蒙古国内 女摔跤手目前还是不能参加 国内传统的摔跤比赛 下面请看美国之音 VoV时新闻的报道 在以骑射摔跤见长的蒙古国 女子自由式摔跤手们正在教练的陪伴下 紧张备战今年夏季礼约热内卢奥运会 不过蒙古国传统上 禁止女子参加国内比赛 在蒙古族的纳达姆大会上 女子只能参加骑马和射箭两项赛事 2012年获得奥运女子63公斤级 摔跤铜牌的巴特瑟格说 一般来说 男人动手动脚摔跤比较容易 对于妇女来说 她们的意志要更坚硬才行 2000年起 为女摔跤手提供训练指导的 苏卡巴塔尔说 为资助学员的职业生涯 她不得不卖掉公寓 现在人们看到我们的生活多么好 他们会说你干得很出色 然而这些人过去曾经认为 训练女摔跤手是无稽之谈 蒙古国女子自由式摔跤手 2004年首次亮相雅典奥运会 多少改变了蒙古国女子摔跤 墙内开花 墙外乡的情况 巴特斯格四年前获得铜牌后 和中国 日本 俄罗斯顶尖选手 站在领奖台上 凯旋回国后走在街上 几乎人人都认识她 我不把民众的期待视为压力 我的目标以及蒙古人民对我的目标 就是到礼约参赛 尽最大的努力拿到金牌 我一定努力为此拼搏 蒙古国女子摔跤手们 转战奥运赛场的经历 改变了奥运 同时冲击蒙古国的旧有传统 美国之音VOA卫视新闻报导 接下来再带您来看到 纽约一位穆斯林警察 最近因为将一辆携带 有可疑爆炸装饰的车辆 驶离一处人群密集区 而被纽约市民誉为英雄 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 阿里克扎伊 所作的报道 警司哈米德·阿曼尼 致力于投身公共服务 以及法治事业的热情 使其决定于2006年 加入纽约警局 我生长在阿富汗 见过许多不公正的事情发生 我曾经的目标 以及前进的动力 就是有朝一日 我能成为一名执法人员 伸张正义 上个月 阿曼尼不仅完成了 伸张正义的本职 更以英勇无私的气概 完成了试图拯救时报广场上 数以百计的群众生命的壮举 在7月21日晚上11点30分左右 一名男子将一个装置 扔进了阿曼尼紧私驾驶的 相试汽车中 阿曼尼的搭档 彼得·齐布尔斯基警员 当时也在车内 我看了看齐布尔斯基 又看了看那个装置 装置上的灯开始闪烁 并且开始发出声响 齐布尔斯基当时说 头 这是没炸弹 我看了看四周 首先看到的就是两个孩子 就在我的车前方 我左侧的区域也挤满了人 阿曼尼在驾车驶过几个街区 并到达了一处无人区域后 将可疑装置扔到街上 并且呼叫了拆弹小组 在当时那个紧要关头 我根本没想 是要救穆斯林的命 还是救基督徒 天主教徒 或是犹太教徒的命 我当时想的是救所有人的命 就算牺牲生命 也在所不惜 纽约警局公共信息官 卡洛斯·涅维斯 认为阿曼尼警司和他的搭档 是纽约市民心中的英雄 阿曼尼警司和他的搭档的做法 绝对是无私和让人难以置信的 他们当时以为那真是颗炸弹 并且带着他驶过了几个街区 他们为了避免时报广场 出现大量人员伤亡 而将他们自己陷于危险境地 警方最终逮捕了一名嫌疑人 那个疑似爆炸装置被证实是假的 但阿曼尼和齐布尔斯基的勇敢无私 以及一心服务公众的执着信念 却是千真万确的 美国之音阿里克扎伊 纽约报道 前部最后又到了OMG美语的时间 白杰要教我们怎么用英文来谈 分手 一起来看看 大家好 欢迎来到OMG美语 我是白杰 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 怎么用美语聊 分手 我收到有键 键就要崩溃了 他居然不肯花雪天当面和我分手 简直难以置信 没有预料到 I didn't see this coming at all It is so heartless of him to end our relationship in a short little email 我完全没预料到 他用那封短短的有键 结束我们的关系 真是太无情了 inconside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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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为别人考虑的 insensi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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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木不忍的 this is the most inconsiderate thing anyone has ever done to me how could he be so insensitive 居然有人能干出这么不顾忌 别人感受的事 我这辈子还是第一次遇到 他怎么能这么盲目不忍呢 好 请评论告诉我 how would you end a relationship 结束了 would you use an email would you do it face to face even worse would you send a wechat message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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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n't do that okay bye 好的 以上就是今天8月5号 星期五晚上的VOA卫视新闻 如果您对我们节目 有任何建议或看法 欢迎您发送电邮给我们 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VOA新闻at gmail.com 我是李依华 祝您有个愉快的夜晚 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看看 物与美国加州和内华达州 边界上的太后湖 最近出现了一个黑熊家族 在湖里细水的有趣画面 稍后也请您继续收看 由宁兴主持的焦点对话 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